两位演的是知己里面的什么角色呢 就是所谓我们俩这知己主要体现我们两个人 我把他当成知己 他把我当成知己 他的孤真观 我们都晓得金驴曲一曲 这名词是他写的 我演吴兆谦 我被流放到宁古塔 通过了这个数年的改造 使我从性格上 从那种本性上 有了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这个反差 人物的反差很大 所谓性格呢 那种强度很强 他的这个角色呢 反差不大 他的性格很深沉 文学的那种感觉修养很深 所以我们用金鲲的一种表现 真的是恰如其分 这是一个戏曲的手段 从这个主题上讲 我们想体现的是知己 有没有知己 知己怎么才能够得到知己 其实知己 我们想表现的就是知己 主要在一个珍惜 珍惜 你想象的知己 没有的 你都是想象 你想象 都是 我想 他能够了解我 就是知己 但是你有没有了解自己 你如果不了解自己 你光想别人能了解我 咱们就是知己 这个知己 常不了的 其实老师这个改编以后 我觉得一大的心意 就是这个 就是顾正观 一直把吴造谦引为知己 但是20年以后 等来的 就发现已经不是20年前 那个吴造谦了 他一下子就 其实他20年 就是在为这个目标 他营救他 我把他知己救回来 但是20年 救回来以后 他发现这个已经不是 以前的吴造谦了 他感觉人生一下子就没有了目标了 他失去了 他自己一个精神的支柱 支撑没有了 这个但是老师这个改编 后来有一个最亮处 我就觉得就是 最后云姬和纳兰信德的那个 他们才是在20年之内 一直在默默地关心他 在为着他 为着你的目标在付出 这个 但是他一直自己不自觉 到最后点醒了他 他顿悟了 他觉得 原来这个其实我真正的知己 是在身边 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我的自己 我在做什么 他们其实都在默默地为我付出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我其实有一个精神的目标 我要完成这个 但是这个是破碎了以后 他发现顿悟了 原来我的知己在身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是我们想表现的 所以其实知己 也就说是三个男人之间的真感情了 对了 钱老师觉得知己要怎么获得呢 宝春老师觉得是珍惜 也许就在身边 钱老师觉得知己要怎么获得 我觉得珍惜呢 是肯定第一点的 然后但还要有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志气的相投 对 然后呢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有共鸣 是 然后爱好的共同 然后才互相的珍惜 对 这样就会成为一个 一个知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顾真观其实就体现了我们文人的一种精神的典范 他就是为了一种目标 他不断地去追求 然后他始终不放弃 其实我觉得宝春老师就是搞的这个戏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好地把这个两者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住你本具种的精髓的东西 你丢掉了你的精髓 那么你就不是你 你就又不是昆虚了 或者你就不是精具了 那么你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你 这个戏 ünt gan 知道 这次の戏 的